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大家好 我是混沌大学研究员反拍 今天呢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门课 来自李峰的 寻找跨越经济周期的系统性机会 在这门课里 李峰老师将从风险投资人的视角 探讨宏观经济变化 所带来的影响 顺便聊聊 我国的方地产行情 好 让我们把声音交给李峰老师 我们都知道 这十年以来是从美联储开始 是从美国开始做的量化宽松 就是说白了 我们叫放水或印钱 那钱非常多的周期里边 我们叫流动性宽松的周期里边 会产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历史上在过去全世界不同阶段 发生过典型现象 都造成过比较特定或特殊的政治现象 钱多的周期里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呢 钱多的周期里 我们用大白话来讲 产生的现象叫用钱赚钱 比用体力赚钱来得更容易 因为钱也是个生产资料 那换句话来讲 我们叫做资本效率会大于劳动效率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流动性周期里 因为钱作为某种生产资料 如果一旦大规模的印钱和放水 就意味着获得这种生产资料的来源和成本 来源会大幅度增加 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所以叫做用钱赚钱 就会变得比用劳动赚钱的效率高 但是这句话的结果会造成什么事情呢 会造成叫做用劳动赚钱这件事情 就只有用劳动赚钱的人开始变得不满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叫相对贫富差距的增加 所以会引起叫做劳动效率 用劳动效率来赚钱的人的相对不满 这些不满表达为政治情绪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为什么公选的时候英国会脱楼 为什么大家出人意料的会选上了 川普当美国总统 那这些事情是在过去2016年之前 从美国的2008年 从全世界的2008年之后 发生的这个叫所谓印钱周期 或者你叫量化宽松 或者你叫流动性周期 反馈到一定时间 积累到一定时间之后 所做的政治表达 我想这个事大家应该理解了 就是大家都讲这两个政治事件 这些政治黑天鹅事件 是因为以前不太投票的 所谓叫劳动人民或者叫底层人民 出来投票 造成了这两个政治事件 或者这一系列的政治黑天鹅事件 原因是因为什么 除了移动互联网 这个生产力因素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周期 全世界一起 尤其是以美国为主 在开始的时候 印了如此多的钱 那这些钱 是我们刚才讲的 叫做流动性溢价的主要推动力 如果你回去查美股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2015年的12月 美国第一次加息以后 一个半月里边 美股的美国资本市场当中的 叫高科技主要上市公司 平均跌了20% 如果你回去看的话 原因很简单 大家预期 叫美联储要持续升息了 这个流动性溢价会出现挑战 我们讲为什么升息在全股 全世界范围之内 升息这件事对经济会有影响 利息这件事 我们把它简单称之为两种东西 第一种东西叫做获得资金的成本 就是出白了叫借钱的成本 第二件事情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低风险的资产的投资回报率 那为什么我们老把利息上涨和利息下降 作为一些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利息下降或保持较低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获得货币的成本相对低 钱变成便宜且易得的时候 钱就会到处去跑 钱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钱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的动力 叫做会努力获取资产回报 或者钱自己努力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动 是要去赚钱 当然前提是要相对规避风险 所以你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就是一旦利息在相对低或降低的过程当中 因为钱自己透过投资银行储蓄或债 所获得的回报就开始变得比较低了 钱自己为了赚钱 他就要去冒险 他就要去想办法去一些风险高的地方 如果利息变高就意味着说 这个钱会透过投资相对低风险的资产 比如说储蓄也好 债也好 就能够获得较好的回报 那这个时候钱的风险偏好度就会下降 从2008年过了金融危机之后 在美国开始实施量化宽松和非常低的美元储蓄利率之后 美国的股市连续涨了十年 你可以理解了 原因是因为什么 我们刚才讲了 钱多且利息低的时候 钱的风险偏好会提高 他会透过冒险来赚钱 那谁是大类别的风险资产 其实本来房地产是一类 资本市场就一二级市场 这算是一大类 2015年之前 美国一直保持了接近零的美元储蓄利率 原因是因为要保持流动性足够宽松 就是要保证这个钱足够活跃 我要鼓励这个钱去冒险 我要鼓励这个钱去冒险 才能使得这些钱进入各个新兴领域 和包括各种各样的投资市场 来促进经济发展 那为什么说 大家在拼命讨论 现在美国失业率到历史最低水平的百分之三点几 经济还向好 国家还减税 为什么美股看起来在过去的两个月 充满争议的被认为可能已经到顶 并且在过去的一个月 我们都知道美股当中 不管是指数还是主要科技股都开始了持续下跌 为什么经济好的时候反而股票出现了下跌 在08年到13年之间经济不好的时候 为什么股票还能一直上涨 你大概理解了 所以我们叫升息降息流动性和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 既然美国是从2008年开始量化宽松 为什么这些钱没去房地产 或者这些钱 为什么在这个周期里大规模的流向了资本市场 而没有大规模的流向房地产市场 原因是什么 因为再往上一个周期 03到08这个周期里边大量的流动性去了哪 去了房地产 所以叫推高了房地产资产价格 且因为钱要冒险赚钱 所以发明了非常多的在房地产这个风险资产类别上的套利方法 或者叫冒险方法 所以才出现了你们后来知道的那些所谓叫次贷 就是那些相关的衍生产品 这是上一个周期发生的事情 那这一个周期为什么没去呢 因为上一个周期在这受了伤害 所以没去 所以换了一个地方 加上同时有我们刚才讲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所带来的新的生产力预期 就新的生产效率预期 所以他们去那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也做量化宽松 我们也做经济刺激 我们也做较低的储蓄利率 为什么中国的钱就是不进 还没进资本市场 为什么中国的钱也没到VCPE 我们这来呢 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钱都去哪了呢 中国的钱去了房地产 房地产在中国是一个多么大的资产类别呢 不同的统计口径当中能查出来的 到现在全国有大概300亿平方米的商业住房 什么概念呢 我们拿14亿人民来乘的话 大概人均20多平米 那中国的平均房价大概是不到1万块钱 全中国拉平了做大平均数的话 中国的房地产的总共资产价格 大概400多万亿 400多万亿是什么概念 我们今天都讲中国要去杠杆 因为中国的债务总体债务水平较高 你知道中国的债务水平有多高 有谁有概念吗 中国全国的负债加起来 债务是三层 一层叫做政府相关负债 一层叫做非金融机构的企业级负债 最后一层叫做个人及家庭负债 这三层加起来叫国家债务 中国的整体债务规模有多少 270万亿的水平的债务 但你知道说中国的房地产的总量有多少呢 大概400多万亿 什么叫400多万亿呢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的发展 大概是20年的时间 从95年开始 9596年开始 大规模的发展到了2016年 20年时间 我们累积了400万亿的资产 我们用大平均数来看的话 平均每年增加了20万亿的资产 20多万亿的资产规模是什么概念呢 中国发展到今天 从1978年的3000多亿的GDP 发展到今天80万亿的GDP 我们一年的GDP总规模才80万亿 但是我们每年按照过去时间来看 我们增加的资产规模 每一年在房地产上就有这几十万亿 每一年是每一年 不是一年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 你就知道了 中国的钱在过去20年 大部分的钱都去了房地产 只要你跟着这个产业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 不管你在哪一个节点跟上的 你基本上在 大概只要不是在13年14年以后跟上的 基本上你都能赚到不少钱 那中国为什么在之前 每一次碰见内忧外困的时候都放了房地产 就是因为第一资产规模大 第二我们叫拉动倍率高 什么叫拉动倍率高 就是放一块钱在房地产 意味着可以拉动8块2在整条产业链 装修家电什么施工家庭消费等等 叫1比8.2 所以它的拉动倍率高 所以每一次都是房地产 但是至今为止我们累积了这么多资产 好那中国的问题来了 400多万亿的资产规模 这是难以想象的资产规模 所以这个资产如果一旦出了问题 对中国的挑战是有较大的系统性挑战 所以这个资产一定不能出问题 怎么叫不出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做不能再大规模的涨 因为你一涨钱又进去了 也不能跌 因为你一跌钱就出来了 钱出来也很要命 因为你想400万亿的资产 如果只出来10%的流动性是40万亿 40万亿 不管其中多少是银行贷款 多少回到老百姓手里头 它仍然会有10万亿级别的钱 回来并且流通到所谓叫消费 或者叫老百姓的领域当中 这件事会造成什么 就突然一下多了十几万亿的钱在市场上 会造成通胀 老百姓对生活的满意不满意 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物价 这是跟通胀有关的 第二件事情是就业 这是跟家庭收入稳定性有关的 所以说不要大的涨 也不要大的跌 能保持一个相对谨慎 且独木桥一样的平衡 那这两件事出现了 也会导致叫不会太买 也不会太卖 因为我刚才讲了 不要太买 因为一买就会买涨起来 一卖就会卖跌下去 并且产生大量的流动性 不太涨不太跌不太买不太卖 这四件事要同时存在 听起来是个非常难走的独木桥 但是你要走好独木桥的前提 是要使得大家对房地产的预期 不要认为是能赚钱的 你可以认为是能保值 但不要认为它能赚钱 只要你慢慢的解决大家的预期 不再认为它能赚钱 那个钱就不会绕着圈的往里进 这个我想大家都同意 预期的改变这件事情 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下面那个问题 那如果钱不再进这个巨大的黑洞的话 接下来的问题来了 如果钱仍然足够多 且利息相对低的话 钱会去哪 这是最重要 最基础和最大的经济学问题 它凑巧至发生在18年的中国 因为只有今年 你去问你周围的小伙伴才会有人回答 陆陆续续越来越多的人回答 不再认为买房子往将来看是能赚钱的事情 好 内容听完了 我呀 其实不太了解经济学 所以呢 听这门课的时候 启发不小 尤其是今年中美贸易战开打 最近就业行情也不太友好 就算穷 我也得独善其身 不是 如果呢 你没比我强多少 那强烈建议你也去看看 毕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呀 那么到哪里去看完整版呢 下载混沌大学APP 搜索李峰 下次见 拜拜 咱们 ira 啊 Yeah 啊 啊 ница 硝s 充 完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